- 出發了一場比賽 - 出發了一場比賽 - 二零二三 - 好來看一下這檔比賽呢 - 台美大戰 - 那麼中華隊呢 - 最終是以3比0呢 - 擊敗了美國隊 - 那麼第三局呢攻下兩分 - 然後第七局呢又再下一場 - 那兩位投手呢 - 也合力的讓美國隊呢 - 呢這場比賽 - 其實安打也打得相當少 - 對 - 等於是最後是玩瘋了美國隊 - 我們請球評呢 - 陳勝教練來談一下這場比賽 - 對 我想這場比賽喔 - 兩個主要就是投手跟打擊喔 - 投球端的張俊瑋先發 - 然後最後由這個衰壘接手來後援喔 - 張俊瑋投球的過程當中 - 今天滑球控制得宜喔 - 三輪當中的一個配球 - 搶好球跟引誘球的一個搭配運用喔 - 也交錯使用的非常好的情況底下喔 - 可以說是完全壓制 - 那到這個用球數已經比較多的 - 最後第七局的時候出了一點狀況 - 最後才做換頭 - 換上來的這個衰壘本身這一次也是調整非常好的一位投手 - 那另外打擊端就是看到這個 - 很關鍵的今天三分打電 - 全都由他打懷的這個王念豪喔 - 今天有這綜號的一個發揮 - 那就在隊友喔 - 其實該局 - 兩出局之後 - 柯敬賢的選球上壘玩喔 - 哇他在把這一支這個今天一擊打出來 - 當下我覺得把這一場比賽 - 當時很緊繃的局面 - 中小隊的一個氣勢整個給打上來了喔 - 後續在第七局的上半 - 必須要追加保險分的時候 - 一二雷有人的情況 - 也是一個適時的中間穿越的一個滾地安打 - 那另外就是在張俊仁投球的過程喔 - 就是這一支安打喔 - 打穿了之後 - 把蠻關鍵的第三分給打回來 - 其實今天在張俊仁投球的過程當中 - 當然中小隊的整個內外野手背來講的話 - 也非常的挺投手喔 - 很穩定 - 沒有任何的一個失誤來發生喔 - 那包含最後就是王念豪 - 有攻擊 有手背喔 - 然後最後這有一半的攻打 - 當然也要記在這個李勳傑的身上喔 - 一雷手這個一彈跳球的處理 - 我們也看到中小隊的 - 這些小選手們喔 - 畢竟美國還是世界第一的棒球強權 - 然後所以打贏這場比賽喔 - 有非常開心的一個情緒的動作喔 - 恭喜中華隊重要的一勝 - 按讚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喔